从昨天美国川普这边发出来的总统令紧急状态 到今天中共国这边的移民局就开始严控出入境了 我们看这个挂项 火峰顶上面基本上是断绝了你出来的 自由的出入的可能了 随后变卦是雷锋恒 雷锋恒的话很可能这是他们长期的一项决定了 到什么时候呢 我想说很可能一直执行下去 只要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发生巨大的大变化 他们自己这个政权在的话 很可能从现在开始就彻底的要封锁下去了 这个还有幻想的人 还有可能逃离的人 真的是做最后的 甚至于说跑出来的概率已经很低了的情况下 你们这个要是说还有这个命 这个跑 我真的是提前恭喜你 而且从这个挂项上面看起来过不了多久 他们更严厉的措施可能要推出来 甚至于这里边还有没有一些细则 那包括说出了国的这个华人 你在国内的这些资产 这个房子 买卖 你人不回来 是不是他就认定不可以再办委托 这个必须强行让你回来 另外有一点在国内有这个退休金 养老金 所有的这些 这个到一定岁数的人 你们还拿得到这些钱吗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 在国内还有入职的 还有工资的这些人 是不是哪天 他们也说这个卡里边的钱 工资各方面 你本人回来取来 你要是说本人不回来 他们在银行上面 各方面他要卡你的话 也很可能的 那还有一个呢 在国外生孩子的 说你们这孩子有外籍 这个但是呢 你在中国国籍没有注销的 这个户口没有注销的 这个国籍没有换的 你们这个视同于 你们是中共国籍的人 这样的话呢 我说我在拿那个不承认 因为我们不承认双重国籍 另外一点呢 真正有外籍身份的 这个在国内 是不是也早一点要跑出来了 因为他们真的是说什么时候翻脸 我想你那个外国国籍是不作数的 他们很可能呢 有理由各方面控制你 包括航班各种情况 说到这儿呢 就是最终 美国跟中国的这场战争是肯定要打的 现在就是一个什么标志性的一个东西了 就是外交 就是使馆 就是领事馆 大使馆 什么时候 这个撤 什么时候这个彻底的 就算跟你断交了 因为这个金融战打起来之后 很可能还要导致什么呢 导致更大的 经济上面的这种动荡 中共也会加快他们的这个数字货币 资产控制等等 这个粮食危机已经到来了 他们现在的话呢 肯定是不想让你再把钱给转出去了 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五中全会上 这个讲话里面 其实突出的就讲了一点 这个叫什么报警对手 这个拒绝脱钩 这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死死的抱住你 你想跟我脱钩 得了 我这个脱什么呀 我就控制好你的 实际上说了这半天 他抱谁呀 人家也不让他抱啊 他抱谁呀 紧紧的也就是抱紧了国人 抱紧了中国人 抱紧了中国老百姓 谁也别跑 都给我绑架在这儿 要死一块死 要死也先死你们 拖什么钩啊 人家要跟你拖钩 你想不拖 行吗 对不对 他拖钩说 拒绝拖钩等等的意思说 我们不说这些东西 我们让中国人不知道有脱钩这件事啊 但是所有这一切脱钩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啊 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后知后觉的人啊 说人民币跟美金还在那个牌照那还有呢 还怎么这么着呢 人都不让你跑了 那个牌照有什么用啊 这个钱你怎么换换得出来 换得出来 汇得出去吗 达到哪啊 是吧 那个牌价永远排到那儿 但是人民币就是人民币 你在国内拿的美金 甚至于说有可能过不了多久 就限制你使用 你也没有用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 这个我们看美国这边还有更强硬的这个政策啊 重锤啊 各方面的情况都会开始的啊 这个随着后边的这个我说的这个冬天啊 这个冬至啊 到明年春节啊 吃饺子啊 时候啊 从那个时候啊 他们这个政体真的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瓦解 好吧 这个回答后边的问题啊 天已经很晚了啊 大家好 我马仙 我每天都在舌尖上的大爷这个频道下边回答你们的问题 有条件的啊 上网把自己的生日呢 翻译成八字给我写上 同时的话呢 问一件具体的事呢 用一到九三个不同的数字你也可以翻书随便三个数字不重复的就可以报数上来 同时的话呢把名字尽量改成中文不必要真实的名字随便一个我能认识的名字就可以了 带号也行 问一件具体的事儿然后把背景呢给我写的尽量详细一点 再加上坐标 你人在哪儿这样我呢尽量每天呢来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啊 有什么疑惑都可以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订阅啊 再见 再看几个啊 你好大爷汤米啊 这个我老婆特别爱看您的节目啊 这个想您看看财运本人啊 喜欢小型美股投资啊 我这个上面能发财吗 啊91年的啊 加拿大 长期持有啊能够赚钱啊短期发不了财 今年年底恐怕没准还要破点财呢啊 你这个命的话呢要是说从这个明年年初啊开始买到后年大后年啊 这个多拿几年的话你这个投资也许会好一些好吗 因为你八字里边就一个似火的财没有保护啊 今年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劫彩啊 嗯 嗯 水木森说这个投资深重啊 韦素说呃天比地冲啊三年以后吧 嗯好 你现在发现他们呃最近的这个上面的这些同学们啊 回答的这个准确率啊是越来越高了啊 只是有些细节啊还要告诉他啊 你光跟他说三年了 他以为他现在投资的三年以后能获利 但是现在投资的结束到截止到明年开春之前 他是失败的 他是不好的 哎是这么回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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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是丁丑年 丁丑年啊 九七的这么小啊 所以说问姻缘啊找中国人或者洋人啊 祸家伙你九七年还要洋人还是中国人啊 好 韦肃说你这是来搞气氛的 这鱼鱼说你喜欢什么人你就找什么人去 这个洋人喜欢你 你当然就行吧 这个我以为他是说找阴人还是洋人 因为我们这个搞这个都是习惯说阴阳嘛 好 这个AH 木棉还是木槿呢 木棉 美国83年鬼害秉承人身更须132 想带孩子离婚会顺利吗 从你这个八字上边呢 离婚第一是我 不想给你做决定怎样 这个但是呢 我看出你这八字上好像是也短时间内没有离婚的这个迹象 也就是说不顺利吧 另外你这个八字里边呢 这个关心入木库 你整个的这个婚姻结构上面就是不太好 具体的呢 要想问的话呢 看看你老公 或者是说你们家孩子这个八字结构上是怎么样 因为为什么说有的时候离婚不离婚也要看看孩子 因为从孩子这上面来说的话 你比如说父亲这颗星很旺 那如果你离了婚了 强行你带孩子 这个孩子对他的影响各方面还是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我希望呢 在美国呢 你们就按照什么外国人 美国人或者这种方式 离婚是离婚 但是呢 孩子跟父亲父母亲的关系啊 各方面还是很正常的啊 知道吗 我是想说这些啊 你这个岁数也不大吧 要是能给我打电话的话呢 我把你孩子的跟你这个老公的命呢 整体上都给你们看看呢 应该能给你一个好的一个建议吧 好吧 尾肃说明年正观年啊 你有没有别的人了呀 这个鱼鱼说 没见到复兴明显的冲动啊 最好把南方的八字你也得放上来看一看啊 嗯 好 他们是从这个学术论点上啊 观点上来看的啊 这个SX啊 这还是明了没有啊 我这个最后再警告一下啊 81年的新友 甲午 五位 丁四女 坐标 澳洲 西澳洲 这个身体状况啊 家庭事业发展啊 太笼统啊 这个 嗯 你这个名字呀 哎呀 行吧 这个名字不翻译过来 我也懒得说吧 这个 月令提纲 甲午 今年遭到了天克地冲 我只能说不太好 明年丑味又冲到了日枝 我也只能说不稳定啊 但具体到说 你去澳洲多久了 然后到澳洲那边是个什么情况 工作 生活 房子 财运啊 等等这些情况 一系列的这个不稳定啊 我是希望介绍完背景啊 仔细说说说说清楚了 我们再给你看好吗 呃 林洪毅啊 坐标美东南啊 今年会不会搬家啊 未来的财运啊 丁四 林洪毅啊 应该丑于三行会搬啊 而且要搬啊 搬了会好的 你的整体的财运呢 到明年为止咔嚓结束了啊 换新的啊 新的啊 方面啊 这个开始新的事业方面啊 124这个术的话呢 也确实是说笔合啊 这个他在这儿的笔合当作是这个抓紧来讲啊 加速抓紧 好吗 嗯 呃 人参时啊 这个好 参时啊 确确实实是啊 呃 后年银四身 明年丑未虚啊 这就 这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动荡啊 呃 王川 玉川啊 这个日本 钢山 华人啊 七八年 呵 八字没翻译 哎呦 这底下人跟他探讨了半天呢 哦 他把八字立起来啊 翻译了 说七八年 戊五 丁四 人须 女 人子啊 呃 问什么呀 从去年开始一知不顺不知 啥是不是能好一些 以你的八字上看啊 啊 从其实际上 从18年年底 19年 今年 到明年 真的是很一般 今年你要搭上这个子武相冲啊 八字去年是四害相冲啊 到明年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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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瞅一合啊 嗯 16年 17年的时候还挺好的呢 突然之间这个就这样了啊 希望明年吧 明年这个转折运气啊 明年开春的话呢 能给你布一个好局啊 把仔细的东西呢 到时候再说啊 需要的话跟我打电话 明年布一个好局 是因为你这个八字里边的话呢 我不知道这个 呃 这个笔尖劫财啊 太重了啊 你有没有别的方面资产啊 资金啊 钱财上边的这些损失啊 到明年 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好吧 得嘞 对 啊 最后再看一个啊 铁观音啊 这个 呃 马仙儿 人子年的啊 五九一河北啊 啊 这个想问什么呀 啊 我房子是否会被拆 如果不拆 我在哪里弄开个饭店能成啊 嗯 拆了你也弄不了饭店啊 这个 拆呢 也许呢 是大概率的事啊 反正呢 今年呢 生意也好 各方面也好 结束了啊 你早点做准备啊 呃 至于说想开饭店的话呢 你这个千万千万啊 这个甭干了啊 这个 呃 后年再说 后年再说啊 我跟你强调两遍 好吗 呃 呃 又 这一番又一个啊 啊 这个 西南的贵州啊 啊 啊 汤姆啊 好啊 啊 南啊 八字啊 七三的啊 啊 身体状况啊 啊 身体状况啊 啊 身体状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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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怀孕后年才能起来 今年年底结束了 好吧 再看一个吧 好嘛 我这个大姐在下边炒菜都已经那个什么了 我再给你们看一个吧 邪不押政 美国北卡298 83年的 今年7月脚崴了 这个写的太多了 这个这几个月脚腕子还是有毛病 我这个三月份孩子疫情蹲家里边了 大毛病小毛病让人烦 你还是说什么就看看这个是脚崴了呀 还是健康啊 你别的健康没毛病 你这个脚腿 这个到明年都不太好 但是你感谢你这个脚崴了啊 要不然你是什么呢 肝胆系统出问题啊 千万千万别让肝胆系统出问题好吗 你这个肝胆系统出问题是大概率的事情 这个 嗯 好吗 嗯 嗯 嗯 行了啊 那就不说了吧 不说了吧啊 哎呀 不说了 你看又找出来一个陈比尔南坐标美国 嗯 79的嗯 嗯 179 何时找到理想的工作 你这工作你还真别说理想 你能找到就不错了 你能干到明年也就不错了 明年还有一系列的变化 赶快找一个工作 理想不理想也先干着 好吗 除非你有钱 你根本也不想找工作 好吗 何时开始准备考试 谢谢你 你这两年考试都没有运气 你也就先别说准备考试了 这两年生存第一位 你八字里边道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是一个 这有什么东西在飞 你八字里边是一个专旺格 但是专旺格今年年底是专旺格破格 这几年了都是专旺格的破格 你的所有的运气的话 这个是从后年开始 真正才能好转平稳 所以这两年的话呢 我们是生存 生存是第一位的 好吗 行了啊 没有了 嗨 这又是一个 倪城哈 这个85年的 方向看看今年明年心仪的工作 这个369 369不看了 这个吃饭去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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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